大家好,这一次我们来介绍二元运算的一些性质以及特殊元素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讨论单个二元运算有什么性质 两个二元运算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性质 以及二元运算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元素 首先我们先仅仅讨论包含单个二元运算 我们假设方是非空集合A上的一个二元运算 如果对于集合A中的任意元素A和B 都有A和B的运算结果等于B和A的运算结果 我们就称这个运算是可交换的 或者说它满足交换率 类似的我们可以定义结合率 如果对于任意的ABC三个元素 它们进行这个运算的次序和结果无关 我们就说它在A上是可结合的 或者说这个运算满足结合率 这时候连续的运算之间不必加扩号 因为次序不会影响结果 就像我们平时学习的整数的加法 它就满足交换率 结合率 集合的交运算 并运算也是一样 而且我们在第一章讲到集合的运算的时候 我们还提到 无论交运算并运算 还满足 密等率 也就是说如果对于任意的A属于集合A 它和自身运算的结果还等于自身的话 我们就说 这个运算是等密的 或者说这个运算满足密等率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在十数级上 我们定义的通常意义的减法 是不满足交换率和结合率的 这个很容易验证 我们在正有理数集合上 可以定义普通的除法 但是下面这个例子说明 除法不满足交换率 也不满足结合率 我们在十数级上 可以定义密运算 那么下面这个例子说明 我们定义的正十数级上密运算 不满足交换率 不满足结合率 也就是除了我们之前介绍的 集合运算 命题逻辑中 核取西取运算 格中的交并运算 它们满足交换率结合率 但是还有大量的运算 是不满足这些性质的 集合上函数 我们定义了符合运算 它是不可交换的 但是满足结合率 类似的还有 A星上的字符串连接运算 N阶十方阵全体上的 矩阵加法运算 乘法运算 加法运算 满足交换率和结合率 但乘法运算 满足结合率 而不满足交换率 下面我们来讨论 涉及到两种运算的情况 我们假设 方和圆 是非空集合 A上的二元运算 如果对于任意的 ABC属于A 都有这两个式子成立的话 我们就称 二元运算方 对于圆 具有分配性 或说运算方对于运算圆 在A上满足分配率 要注意这里边 是有一个次序的 是方对于圆 两个运算 在分配率中 D位是不对等的 同样 我们来假设 方和圆都是二元运算 如果这两个 等是 对于任意的AB成立的话 我们称 这两个运算 满足吸收率 注意在吸收率中 两个运算 D位 是相等的 而且有要求 两个运算 都必须要满足交换性 下面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比如在第一章中 我们就介绍了 集合的运算 假设U是一个全集 那么在U的密集上 我们定义的交 并 满足交换率 结合率 密等率 吸收率 交对于并 满足分配率 并对于交 也满足分配率 之前呢 我们是讨论的 运算的一些性质 下面我们讨论 有了集合了 有了运算了 那么会伴随着 这些运算 产生一些 什么样的 具有特殊性质的元素 我们先来介绍 单位元 假设方 是集合A上的 二元运算 如果有某一个元素E 属于A 使得呢 任何一个 小A 都有 E和A的运算结果 等于A和E的运算结果 还等于A本身 注意这边 A是任意选的 那么我们就称 这个E 是A上 关于这个运算的 单位元 或者腰元 那么类似的 如果有一个元素 θ 满足 对于任意的小A A和θ 运算结果 是θ θ θ和A运算结果 也是θ 那我们就称 θ是A上 关于这个运算的 0元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在整数 加法中 单位元 是0 任何一个整数 和0 进行加法 结果 结果 还是这个整数本身 而所有整数 在乘法运算中 单位元是1 也就是说 单位元 是伴随着运算的 即使同样的集合 不同的运算 可能 单位元 也是不同的 再比如 A是集合 在A的密集中 并运算 有单位元 是空集 交运算 有单位元 就是A 在十方正 它的运算中 单位矩阵 它就是对角 单位矩阵 是惩罚运算的 单位元 而全零矩阵 是加法运算的 单位元 但有一些 代数结构 不存在单位元 例如 所有的 正偶整数 上可以定义 惩罚运算 两个偶数的基 还是偶数 但是不存在单位元 没有一个偶数 使得其他偶数 和它相成之后 还得到其他偶数 本身 单位元 例子 下面来看 零元 在整数 加法 这个代数结构中 没有零元 不存在一个整数 它和任意整数的和 都是零 这个零元本身 而代数结构 在乘法中 存在零元 零 任何一个整数 和零的成绩 结果还是零 同样的 A的密集上 定义的 病运算 存在零元 就是A A的任何一个子集 和A的病 还是A 胶运算 存在着零元 是空集 Fy 那么零元 和单位元 有几个 当然我们前面的例子 说了 有的情况下 是不存在的 有的情况下 存在一个 但是都没有出现过 存在多个的情况 事实上 有定理保障 如果一个运算 存在单位元 那么单位元 一定是唯一的 同样的 如果存在零元 零元也一定是唯一的 就是他们 若存在 则唯一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证明 还是用 之前的证明技巧 当我们要证明 唯一性的时候 我们先找到 两个 满足性质的元素 然后通过推演 来寻找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或者我们假设中 存在的矛盾 假设E和I 都是这个 运算的单位元 那么 由于单位元定义 我们知道 对于任意的 元素A 都有A和I的 运算结果 等于I和A的 运算结果 等于A 特别的 我们取 这个A 就是E 就得到了 E和I的 运算结果 等于I和E的 运算结果 等于E 这是由I 是单位元得到的 同样的 由于E E是单位元 我们可以得到 E和I的运算结果 等于I 那么将这两者 联系起来看 就会发现 I等于E和I的运算结果 也等于E 这就证明了 单位元的 唯一性 同样的 零元的唯一性 可以类似证明 留作课后练习 下面我们介绍 另一类特殊元素 逆元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这个方 是非空集合 A上的一个二元运算 而且呢 这个二元运算 存在着一个单位元 E 那么如果 对于某一个元素 A 注意啊 这里不是任意元素 A了 是某一个特定的元素 A 存在着元素B 使得 B与A的运算结果 等于A与B的运算结果 等于单位元 我们就称B是A 关于这个运算的逆 记作B等于A -1次密 注意这个呢 和整数 或者实数 我们求倒数不太一样 它只是一个记号 而且呢 这个逆 不像零元或单位元 零元单位元 是一个全局性质 而这个逆 是根据每一个 元素A来决定的 我们后面会看到 可能有的 元素有逆 有的元素没有逆 下面我们给出一些 逆元的例子 例如整数集合 Z上的加法运算里 零是一个单位元 而对于任意的整数 A来讲 它的逆元 就是它的相反数 在整数集 Z上面的乘法运算里 1是它的单位元 但是只有 正负1存在逆元 而对于 不等于正负1的整数 都不存在逆元 也就是说 在同一个 代数结构中 可能有的元素 存在逆元 有的元素 不存在逆元 再比如 所有的非零 有理数 集合上定义的 乘法运算 单位元是1 那么所有的 Q星中的元素 A都存在逆元 就是它的倒数 如果A是一个集合 在它逆集中 如果X不是空集 那么X关于并运算 不存在逆元 也就是说 只有空集关于并 存在逆元 类似的 只有集合A关于胶运算 存在逆元 在X 根据X 它是否等于空集 是否等于A 它可能对于运算 存在逆元与否 结果不同 这再次说明 即使是相同的 代数结构 也可能有的元素 存在逆元 而有的元素 不存在 下面我们给出 关于逆元的 一个唯一性定理 如果这个运算 满足结合率 那么在A中 任意一个元素 关于这个运算 若存在逆元 一定是唯一的 我们来简单证明一下 第一步 还是假设 它有两个逆元 Y和Z 那我们来 计算一下 Z和X 做运算结果 再和Y 做运算 那么我们 会得到 这两个式子 而这两个式子 最左端 由于运算的结合性 是相等的 所以这两个式子的 最右端 也相等 就得到了Y 等于Z 这就证明了 逆元若存在 则唯一 但是我们前面 有一个前提 就是这个运算 必须要满足结合率 如果运算 不满足结合率 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 我们用这个运算表 来表示运算 可以从表中看出 A 是单位元 那么对于元素B来讲 它有两个逆元 B和B 运算结果也是A B和C 运算结果也是A 这是因为 这个运算 不具有结合率 最后我们来 表述一下 运算表 和运算性质 之间的关系 我们假设方 是结合A上的 一个二元运算 那么 这个运算 具有封闭性 当且仅当运算表中的 每一个元素 都属于A 具有可交换性 当且仅当运算表 关于主对角线 是对称的 而具有等密性 当且仅当 主对角线上的 每一个元素 和它所在行 或列的 第一个元素 相同 零元 那么它所对应的 行或列 都和该元素 是一样的 而单位元 对应的行 和整个表的 第一行一致 所对应的列 和整个表的 第一列 也要一致 如果A有单位元 而且A和B 都是逆元的话 那么当且仅当 A所在的行 B所在的列 交叉的位置元素 以及A所在的列 B所在的行 交叉位置的元素 都是单位元 下面我们通过 一个例子来说明 在这个运算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 对称的表格 所以它具有交换性 我们看第一行 第一列 可以观察到 A 是这个运算的零元 我们观察第二行 第二列 可以看到 B 是这个运算的单位元 C 我们看到 有两个逆 是C和D 所以 这个运算本身 并不满足结合性 好 这一讲就到这里 可以看到 我看第一行 是C和D 我看第一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